服务员 菜单 对不起 女士 本店没有菜单 是厨师长为二位推荐和定制 定制啊 去吧 怎么了 没事 你之前 跟那些投资人 应该没有少来这种地方吧 不好 不会被识破吧 要是姐姐的话肯定常来啊 这么多呀 你这也太 怎么了 没事 是 是 这也太 是 是 jim 我 跟那些东西 咳嗽 谢谢啊 要喝就喝够 诚意满满 不能失了民元的情志 这也不难嘛 比扔铁饼什么的容易多了 品位不错 不错 师傅 这种场合很正常吗 是 是很正常的场合 但是把拉肺当成料酒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 自唱 那个 师傅 感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帮助和包容 我尽你一个 谢谢 你不是 你不是 我 Twitter 我先拍个照 让手机先吃是当代青年用餐的基本礼仪嘛 所以 现在可以用餐 亲 怎么都是肥肉啊 别着急 慢慢来 没想到他也有这么温柔细腻的一面 我要是不用代替我姐 呗呗呗呗呗呗你清醒一点 这么吃 跟你才更配 师傅今天吃好了吗 挺好的 谢谢了 那就好 对了 别浪费了啊 浪费可耻 再喝了吧 你还要请我吃路边摊 请问两位是谁买单 你先等一下啊 我们两个商量一下行吗 说吧 你占了我的光 又赚了不少的钱 不过一顿饭而已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一顿饭 你说得到轻巧 五万八的饭啊 你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勤啊 钱呐不是省来的 是赚来的 可我还需要十万块钱解除婚约 我马上就要凑够了 你一顿饭给我吃掉了一大半 我平时给你的奖金不是挺多吗 你再过几天就赚来了 再说了 这顿饭啊 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友情的见证 你要是不请的话 就证明 我在你心里连这几万块钱都不值 这样 这顿饭啊 欠你的半顿饭 我下次再补 我没代价 手机支付很方便的 又在公司了 我帮你电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钱 算你很狠 准备起 好 先生 请问可以买单了吗 刚才那位小姐 不是已经去买单了吗 今天看我吃这么贵的饭 我趁当老娘这些年白混了 给钱 以后你有任何法律问题 你随时找我 你把温经理自己一个人都在餐厅了 我哪知道他消费水平那么高 这钱对他来说也就芝麻点大 可是对我来说可是大钱 可是老温现在要是付不了账的话 他可能是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 放了我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敢吃霸王餐了 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呢 霸王餐有可能构成诈骗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 诈骗公共财物如果数额巨大或者严重请接受 你直接告诉我要判多少年 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而且会没收财产 估计这辈子就毁了 那么严重吗 把钱赔上不就没事了 就算赔上了钱也会有钱科啊 那你让温经理在公司怎么抬起头来啊 你想啊 你想啊 你真是想啊 你真是想啊 谁呢 他刚进去了 进去了 你们这也太草率了吧 我们又没说不结账 我这不是回去拿钱了吗 至于吗 刷卡 女士 别跟我说话 你刷就是了 五万八呢 别让我看见 那个 密码 我看见 你这也就很可惜啊 我看见 你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 看见 我看见 你这不可以 大胆 小胆 不要 你这不可以 我看见 好像跟他 你这不可以 我看见 我看见 你这不可以 那你還回來幹嘛 你不是進去了嗎 我去哪兒 你不是說他進去了嗎 對呀 剛剛進去上廁所了 你該不會 真以為我被警察抓走了吧 抓走了才好呢 現在你滿意了吧 我的錢都給花沒了 好啦 月月 錢沒有了我們可以再賺了 謝謝你今天請我吃的大餐